我们都知道君子兰的花期是在冬春两季 但是呢 如果我们在夏季养护啊 做错了这两步 你的君子兰在冬春可能就难以开花 那么是哪两步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浇水不当 我们都知道君子兰在夏季呢 非常容易烂根 所以我们呢 浇水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 不能够过多浇水 而且在浇水的时候呢 最好就在里面加上一点这个土壤专用的杀菌剂二媒林 来消灭土壤的病菌 减少这个烂根的滋生 但是呢 很多花友啊 担心烂根 所以呢 就不敢给君子兰浇水 给君子兰控水 控的会有点狠 也就是说 长期不给君子兰浇水 导致君子兰的根系呢 吸收不到水分而出现空根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君子兰它要想开花 根系一定要完好 比较健壮 而且呢 不能有太多的空根 空根过多 吸收不到足够的养分 君子兰自然也就难以开花 所以我们在给君子兰浇水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盆土干透了 我们就来给它浇透水 再在里面加上一点这个二媒林就可以了 第二件事呢 就是不给你的君子兰降温 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啊 温度超过30度以上 君子兰呢 很容易出现土壤的现象 一旦君子兰土壤会消耗过多的养分 导致它在冬春无法开花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做好降温措施 降温措施呢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一定要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不能强光直射 有条件呢 可以在它花盆周围 或者是呢 叶面上呢 喷洒水物来降低这个温度 也可以起到一个真湿的效果 所以这两件事啊 如果你做错了 就会影响君子兰在冬春的开花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 好啦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